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几个关键词 就是一个关键词Const Const之前我们也提到过 它在我们C元和C++其实是非常大的区别 或者说它应该是我们C元中的一种什么呢 一种叫做止读,止读的概念 同时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建议型的符号 就建议型的这种的一个关键词或修设符 那么它不具备强制性 是不具备强制性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只是告诉你编辑 你尽量保证它的止读性 但是它是不是百分之百止读呢 就是说你只要一写它肯定要出问题 或者说根本就不会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呢 不是,编辑,C元编辑并没有这样强制性的 一定要让编辑这样来做 所以说对于这个地方的回答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一定要注意 你绝对不能把Const回答成什么 长量 这个要注意 因为一旦回答成长量 你就意味着C元Const所修设的这个东西怎么的 你永远变不了 永远变不了 因为长量你不能变 就是说不管你程序运行到哪 这个东西是变不了 比如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说如果是这样写 Const int a 等于100 对不对 那么我们你不能这么理解 就说A就是100 因为你如果按照长量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告诉你A就是100 对不对 不管运行在什么时候 跑到哪看到A就是100 对不对 但是这个我们说C元做不到 C元只能告诉你 A是个变量 但是A所A变量里的内容呢 我尽量的保证你什么 不被修改 就自读的 然后而且就基本上保证你100 但你要实在是想办法修改 比如原来我们讲过 用指针的方式 用越界的方式 对不对 或者用溢出的方式 这些方式我都可以修改 对不对 都可以修改它 所以说C元的Const 是非常具备欺骗意义的 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Const 想象的长量的概念 好 反倒是谁呢 反倒是C++ C++ 我们说你如果回答C++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回答什么 长量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就C++编译器 对这个Const 它确实做了一些什么 做了一些比较严格的定义 严格的定义 那么这个Const 你C++中这个A 你放心 它肯定是个什么 长量 就100 你改不了的 你改不进去的 这主要是由于编译器的一些 什么优化问题 好 对于Const 如果是嵌入式的话 尽量大家注意 它如果是只问你C 你就回答这个 当然你可以把C++的概念 稍微提一下 因为C++主要面向是应用编程 而C可能主要面向是内核和驱动程序的编程 所以说 当然应用程也有 也有 就是说看你到底以后用的是哪个语言 大家稍微小心点 但你不管用什么语言 最终的思想 是不是Const 最终目的是 你反正尽量别去改它 对不对 尽量不要去改它 我们在设计这个程序的时候 你不要老想的Const 我怎么去改它 对不对 而应该多去想想它 我怎么拿来用 怎么来读它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叫violet关键字 violet关键字 在我们之前的内容中 已经讲解过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防止C语言编译器的优化 那么这个优化 其实就是主要是告诉它 我修饰什么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的修改 是由什么 可能是由第三方的程序 或者是什么条件去改的 比如典型的就是什么 就说它修饰的变量 该变量的修改 该变量的修改 怎么可能通过什么 第三方来修改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话 就说可能我程序并没改 但是有可能是外界 比如用户 对吧 比如用户 那么可能修改 就这个意思 那么它说三个例子 因为现在呢 我们只给大家介绍C 因为还没有介绍 像什么中段 多线程编程 这些 那如果说等以后 我们再学完 那个嵌入试过后 你就会发现 就后期课程中 你就会发现 当我们引入线程的时候 然后引入中段的时候 其实都涉及到 一个第三方的概念 这个第三方呢 其实就涉及到 我们是不是会对 这个变量的什么 的修改 会进行一定的什么 优化与否 所以说 我们三个例子呢 一般来说 就是第一个 涉及到寄存器 跟硬件有关的 第二个 跟中段有关的 第三个 就是跟多线程有关的 所以这是它三个例子 但现在我们不管 我们现在就只需要理解 它是一种防优化的问题 防优化的问题 好 这是关于我们修饰服务 所需要大家要理解的 一些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下一组 下一组呢 也是考察嵌入时 开发人员来说 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一种题目 就是你只要面试 一个公司的 嵌入时工程师 你百分之百 肯定要考察的是什么 未操作 因为你肯定要设计 要跟硬件打交道 对不对 跟硬件打交道 肯定要跟未操作 未操作 那么怎么操作 我们说难度不大 只是说我们需要怎么办 需要把这个有些公式 咱们给它记住 或者说一定要把它理解到就行 好 我们看它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非常简单 它说就是让我们对这个某一个变量 某一个变量 然后那个A A这个变量 整形变量 然后写段代码 一个是A的比特3 一个是A的比特3 都是比特3 一个是一个设置 一个是清除 说一下 在硬件中呢 我们说这个设置 就叫自1 他说 有些人说不能设置0 一般来说 我们说设置就叫设置1 叫set set就是1 清除clear就叫0 所以它一般不会说清0 或者说自1 它可能很少这么写 更多的是用set和clear 这样两个单词来描述 自1和自0 所以这个呢 有一个相当于潜规则 这个大家把它记住就行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 那你 我们来看 这怎么做呢 我之前我们在讲 未操作也说过 A的操作呢 就是比如你这样的定义 int A 这没问题 然后这个A要注意 我们如果说标准一点 不建议大家写成int A 反倒应该写成什么 un-single的int A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你这个值 很显然是内存 并不代表数学义 就不代表复数的义 它只代表1和0的集合 所以更多的来 代表的是一种什么 集合的概念 而不是符号 符号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使用什么 无符号的 无符号的A 然后没有完 为什么 我们看 如果自以 自以就是那个设置 设置 首先的想办法是什么 语 语操作 然后A语谁 A语是不是我们说 想办法把第三个位给它放为1 其他位放为0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说显然A1 左翼三位 那么为什么3不是2 就说一下 因为我们说 在计算机中 比特3代表的就是什么 第四位 就说我们是从0开始记的 比特0 比特1 比特2 比特3 所以说你可以可想而知 这地方是0 是不是比特0 这地方1是比特1 对不对 那这是比特3 看没有 0还是1 左翼三位 好 然后那这个三位 然后A就扩 那个获上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这不自卫了吗 其他位又为0 对不对 我们说还有一个问题 别小心 怎么 等号 因为如果说你不加等号 A变不变 A不变 不变 所以这时候很麻烦 这样 这样来说 好 这个是自卫 自卫相对来说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好 然后我们看清楚 清楚的原来提到过 你很显然是与那位 第三位为0 其他位为1就可以 对不对 但我们去构造这个数 确实不好写 因为你说写那么多F 你很累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到一个取反的问题 我1还是左翼三位 没问题 但是现在是不是1 在第三位 其他位为0 那我怎么办 我给他干什么 给他取个反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取个反 然后这样一获 这样语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同样的问题 怎么的 等号不要忘了 等号不要忘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A的一个什么 自卫和保持 其他位不变 其他位不变的一种简单方式 那如果以后题目改成四位五位 你就把什么 这个是不是左翼的N给改了可以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关于未操作 未操作所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看那个 就关于访问固定内存位置的 这个呢 那在普通应用编程中啊 可能用的比较少 因为普通应用编程 我们可能都是说 哎 调函数名 函数名就可以调过去 对不对 但我们嵌入式不行啊 嵌入式有些情况下呢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两个毫不相干的程序之间 互相的一些访问啊 那这些访问中呢 就可能涉及到 我们只知道它的门牌号啊 确确实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 因为是两个毫不相干的程序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能设计到一些什么 对于某些值的操作啊 就值我能不能跳过去啊 值我能写能读 对不对 我能不能让PC值能指过去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啊 好 我们来看这种题目该如何去写啊 嗯 它是这样 它是要求啊 我们设置一个绝对地址 是它的整形变量值为它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 那这是第一个啊 就是对某一个固定位置 我设一个固定的值啊 就像我们有点像刷那个什么那个ROM啊 或者什么什么那种感觉是吧 某一个固定值写个固定固定的数啊 那这个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啊 首先来说啊 我们肯定是一个什么 要把这个0s67a9是变成一个地址 然后把地址里的内容给更新了才行 对不对 所以我首先呢 我可以先这样做 我呢 先用一个变量的盒子 把什么呢 把这个0s67a9 是不是先存到这个P里头 对不对 存到这个P里头啊 那么这个P里头呢 我们说为什么要是int呢 因为我们是整形 对不对 所以int新P没问题 但这是一个数 这是一个地址 很显然是不是需要让编析告诉他 我这儿啊 不仅是考逐位考 是不是同时把这个属性也考进去了 好 这样的话 P是不是就相当于指到这儿 指到这个地址 指到这个绝对地址过后 那么P0 大家看啊 P0是不是就这个绝对地址里的什么 里的内容 对不对 里的内容啊 然后这第一块内容 对不对 然后等号 0xaa66 大家看 这不就相当负值吗 对不对 所以这种题目的第一种解决办法 就是你用一个变量 用一个变量 直接去存 存它 然后利用变量的标签 里面东西去把它 这里面只付进去就可以 当然这种写法我觉得是最合理的 因为实际上见名之一 而且看起来也很清爽 对不对 那么第二种写法就变了 变味了 什么变味呢 它懒得用P去指了 我能不能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 什么意思啊 你看它这样 反正0s67a9 它就是一个啥 就是个数 反正这个数呢 我强制转换成一个地址过后 它是不是就是地址了 而且还是个指针变量 对不对 因为它强转了嘛 对不对 强转过后 我现在怎么的 我是不是就直接想操作它的话 你看这句话 我们说是不是还可以写成这样 新P等于0xaa66 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好 那你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 这个东西不就是P嘛 对不对 对不对 P嘛 对不对 那我这是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 我的前面再加个形 看没有 再加一个形 如果你觉得这个觉得不安全 你再加个括号好吧 好 你看是不是以这个地址 然后强转完过 在取里面内容 看没有 好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好 你看 就在取里面的内容 看 这是一个整体 然后在取里面内容 然后干啥 负给0saa66 好 这种写法也是可以的 这种写法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种写法呢 就是给我们的感觉 就是你一下子看 好像确实没什么太大感觉 如果你不熟的话 但如果你慢慢熟悉过后 你会发现有些程序员 他写法还是很喜欢这样写 因为他很简洁 他们一行就写完了 对不对 而且还省空间 你这个地方毕竟浪费了一个什么 一个int空间 一个四个字节的空间 对不对 存储地址空间 而这个没有 直接复制 直接复制 好 所以这是仿能固定内存的位置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 再给它变换一下 就是说我想让PC只能跳到这个地址上 咱们怎么做 这是把一个地址当成一个数来处理 对不对 我要想当成一个函数处理怎么办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样 你先把0s67a9 这么的 是不是强转 你看强转成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地址 是不是函数地址 比如它的输入参数是int 返回值是int的函数 对不对 空吧空吧 因为如果写int我们在调的时候还要传值 我假设访问了一个这样一个函数 就输入也空 返回也空 反正就这样一个函数 这样是不是这个地址就变为函数指针了 函数指针怎么操作 前面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把它当成一个整体 这是不是就是个地址 地址怎么办 加圆括号 是不是就调用了 所以以后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写法 当然这个等我们后面看到过后我们再去看也行 那么这是一种写法 当然你也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肯定是也可以先申请一个什么 函数指针的 去把这个东西给我存进去 存完之后通过函数指针加圆括号 是不是也可以跳 对吧 也可以掉 所以看你怎么写 反正你怎么写 你怎么觉得看起来方便就可以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嵌入室工程师必备的16道题目 中一些跟身语言关系比较大的一些题目 那么其他题目呢 大家下来 大家下来就是 最好按照咱们说的那个博客的文章 是吧 你自己随便找一篇文章 细细的看一下 因为它里头会有一些什么 面试官的一些想法 你看看在以后回答中 你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好 好 感谢观看